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密台风的中心已经来到了新竹的西北西方大概40公里的海面上 这个台风在昨天零点的时候从宜兰南澳登陆 已经在稍早由4点20分从桃园的新屋出海 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逐渐的朝向西北的方向前进 那今天会逐渐的往中国的福建省的沿岸靠近 我们要先提醒了 根据最新的资料 包括金门跟马祖都已经进入了台风的暴风圈 使得台风逐步的接近 金门马祖风雨在今天会显著的增强 另外 目前暴风圈还是在影响到台湾上空 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的南边云系非常的厚实 所以目前在中部跟南部的降雨是非常可观的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来看到 在这一段时间降雨发展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台风本身的环流中心目前已经来到台湾海峡北部了 那整体的环流跟昨天相比已经减弱许多 所以凯米台风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的状态 而整个台风因为是为台湾带来比较偏向于西北风 再加上西南风带来的一些水气 所以对于中部跟南部以及包括澎湖这边的降雨 目前是非常的大的 尤其是在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一条的雨带 在移落的时候就会为当地带来湿雨量超过50毫米的湿雨量 那在过去这几个小时我们在高雄跟屏东 都分别有看到侧站出现超过100毫米的湿雨量 这是非常大的降雨 是非常大的短延时强降雨 那我们预期这样子的降雨可能在今天的白天还会持续 我们从在定量降水预报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的话几乎西半部尤其是在新竹以南地区 都会有非常显著的降雨 尤其是在中部跟南部的山区 我们还是不排除可能有超大豪雨发生的可能 包括嘉义以南的平地 假如有比较强的对流移入 也可能有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发生 另外在澎湖的话 今天也是可能会有局部性豪雨发生的状态 而这样子的降雨在本岛的部分一路持续到晚上 整体的降雨的量值有逐渐缩小 但是雨势上还是相当的大 尤其是在山区雨势还是蛮大的 另外是要提醒是外岛的部分 包括了金门跟马祖 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是台风最为接近的时候 雨势上也会变得比较明显 同样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可能 这个台风预计在26号明天会逐渐的远离台湾 但是西南风带来的水气还是相当的多 所以在中部跟南部还是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发生 我们要提醒这样子的降雨时间其实是相当的长的 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台风的降雨所可能导致的灾害 而另外在沿海地区的风力呢 在目前也还是比较偏强 尤其在云林以南 宜兰跟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角 我们还是有看到11级到12级的强震风 我们预计今天这样子的强震风还是会持续的 所以最后在每个地方我们要分区提醒一下大家 在新竹以南目前的话是雨势最为剧烈的时候 当中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出现 另外在强风的部分也是要特别留意 台东和澎湖同样也是要留意强风 以及可能有豪雨出现的状态 金门马祖是下一个台风准备要影响的地方 所以在风的部分目前已经很明显了 但是雨势的部分在今天会逐步的增强 而至于在宜兰花莲还有在双北这些地方 昨天的风雨是蛮大的 那今天的话已经慢慢要度过风雨最大的时候 但是目前为止沿海的风力还是很强 而且在今天白天还是可能会有间歇性的大雨或好雨发生了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台风动态 台风影响期间提醒大家 非必要的话就不要外出 尤其是山区海边河边这些高危险的地方更不要前往 另外这段时间还是在大逃的时候 沿海地下地区还是要留意 以上是今天清晨的台风动态说明 全部都��고币丢了 类似的情况 您在里面 裡面码针的地方 馅 rods 针针赛 金针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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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鑽